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五席 所谓超级区议会功能组别的议员 全香港350万主民一起选 虽然每人可以投一票 亦是因为区议会功能组别 令今次区议会选举多些竞争 亦是我们立法会多些同事去选 包括行政会议成员郑耀堂 他说什么渠仔浸死蛟龙 李卓仁 李卓仁也像蛟龙 也不是输了太多 那黄博仁你怎样看今次区议会 那个结果你自己是否觉得有些奇怪 这个其实都是你预期之内 我认为结果是预期之内的悲观一点 我认为一般来说 今次最大的被人觉得震惊 或者觉得之前民主派的人士觉得不太舒服 因为今次可以选超级区议员 很明显很多政治明星落场的原因 其实都自不在这么小的区议会选区 就想选超级区议员 但很多政治明星其实都落了马 即是李卓仁 李永达 贵党的 善重佳 汤家驊 各样的东西 所以我想被人觉得很震惊 就是为什么这些全港这么有知名度的政治明星 居然在一个这么小的区议会选区里面都会输 还有很多时候是输给一些直接无名的对手 有些输得更加多 如果汤家驊那些输了一千多票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距离 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选择选区下的时候 也是选择他们立法会的选区 即是他们不是贸贸然觉得自己 我超级政治明星 我随便落一个区我都赢你 他们都找回他立法会的选票 较多的地方 较为安全的系数较多才下去 所以我想比较震惊的一件事 反而不是民建联洋都最多意直 因为民建联洋的选举机器 在区议会的功能都很大 反而就是为何政治明星会失威 这些政治明星的失威 会否影响到立法会的选举和超级区议会的选举呢 你震惊吗 即是你都预认他们赢的 他们赢不到所以你是吓了一条 我想有些我觉得应该机会大些 例如我见过李卓仁 他刚选之前礼拜日 选之前我礼拜日五还见到他的 我就问一下他那些 他说自己赢的 我想他没有说自己赢 我觉得他的观众形象 有信心 而且他们搞了公会 搞了公会 其实他们都比较建基于很多地区工作 而且很贴身地帮市民 纯粹透过传媒去到 作出一些意识形态各样的宣传 所以我想比较害怕的话 比较震惊的话 有部分我们觉得 机会比较高 或者知名度比较高 也都实干人的人 始终都在区议会里面 落了马或者选不了 这是我自己有点意外 你觉得是否反映 市民在区议会 和在立法会选举 两个不同的选举 可能甚至投票给两个不同的党 都会有 你们这些研究有没有看到这些 一向的研究 都觉得出来选的人是不同的 最传统的研究就是说 立法会的投票率 是远高于区议会 有十多个百分比 不见了 立法会有五十多 区议会就低到三十多 传统整个说法就是 就是说这个 这个 传统的左派 建制派就有贴票 那些贴票 任何选举都会出现 甚至是 候选来是谁 不重要的 整个说法就是 所以不见了十多个百分比 其实是什么人呢 传统的智慧就是不见了十多个百分比 就是很多游离的泛民支持者 就是他们较为 可能倾向中产 或者是不是一般的 就是关心地区议题的公众人士 所以那些人 就在区议会里面是不会投票的 所以传统的智慧就是说 泛民在区议会选举是吃底 是意料中事来的 但是我想比较得人害怕的 今次就是说 亦都传媒是尝试 我不是炒作的 就是尝试提出来 为什么湯家驊会输呢 就是中产区来的 为什么黄碧云就是贵党 挑战梁美芬又会输呢 就是黄埔又输 而且梁美芬是有少少 你知道她在这个 補选那里是失言的 就是惩罚你就对了 你选完的议员 居然会辞职的 所以我想 现在整个想法 看回整个局势就是说 究竟有没有一个转势在这里 会不会传统不出来投票 十几个百分比 今次有些都出来投 出来投不单只是出来投 是不投给我们 是喪失了 你们喪失了是忠实支持者 如果是的 因为现在都刚刚选完一会儿 可能未必那么快收到那么多的资料 但是初步你们有没有分析到 有没有可能 就是要做调查 那些人 一是哪些人出来了 还有 有些是 票是升了很多 即选民 有些人自己都高了票 但对面高成千多票 有些人就害怕 那些就说 糟了糟了 是否变成像台湾那样 中票 但我说这些说话 就不可以乱说 是 因为我们法治之区 现在中票是犯法 就是要有真凭实据 但是突然间多了千多个 但是当局都说了 今次多了很多人登记 就是你们觉得 这些现象 大家都应该要坐下 很冷静分析一下 马卿姐 你又可以说一下 你们民主党内部 有没有分析过 因为我认为 你直接在票站 看到哪些人投票 那些人的样子 大概是怎样 如果你学术分析的时候 暂时我们都未 慢慢可以找一下 那些数字 但因为我们得到的 很多都是那些 每个票站 有几个人投票 就是你很难得到的数字 就是你找回钟庭耀 再拿一些数据 究竟是哪些人 新多了的 那些人的背景 是传统中产 新投票人士 还是各样的东西 我想现在 还是言之上早的 就是要找那些数字出来 但是我想两样东西 就是一般的估计就是 这个建制派的选举机器 如如成熟 其实用了很多资源 去找一些他觉得 是傾向支持他的人 登记上的选民 实际上每次选举之前的 最大的活动 就是选民登记的活动 所以我想 这件事不能排除 而另一件事 我想公民党可能关心一点 就是会不会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 基本上 如果说得具体一点 就是我用居港权的议题上 造成了一个传统 一些对于泛民有倾向的人士 反而今次会投向建制派 这个反而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全港性议题 如果区议会选了 是因为不够资源 不够射宴 那去到立法会反而没有事 但如果有传统一些 谈向泛民的支持者 是因为某些全港性议题 是会转向的时候 这个影响会去到立法会 那你们内部有没有 你们的感觉 是否有这个现象出现 有几样 因为其实民主党也有谈过一两次 但我们都会再深入点去看 有一样就是 我们已经交了给廉政公署去处理 是我们有一个选区 是有一个选民 他就进去投票 就发现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登记在他的单位 这个是很恐怖 所以他就已经跟我们说 他亦都说是他乐意接受 是传媒采访的 那当然很离谱 这个很奇怪 是很离谱 所以就已经交了给廉柱 交了给廉政公署去 这个真的重要 突然有个人 有这个 但是这个就一个 另外亦都有一些候选人跟我说 就是说那天他们的选区 是真是有几大批 是很生面的人 就来投票 他来到 他又有得投的 那当然是选民 真的有登记了 但是就觉得比较奇怪 因为其实有些是在村里面 常常活动 所以很多人他都会认识 为什么会有一批 还有有些就说那些人来 就是一个巴士 就是一架一架巴士车 就是他来 还有就是个个都带着 有些记号 但是他又进到去 票站的主任又没有赶他走 他很明显登记了 所以很多这些东西 我相信我们 或者我们希望大学各方面 都去研究一下 其实如果你说很多新人 登记了做选民 我们是很开心的 如果你是正正经经登记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也都收到有些选民 就跟我们说就是说 就是他们有些 现在你知很多香港人都在内地住 是在内地住 有些人 他就说明有不同机构 内地的那些 叫他回来投票 和叫他投谁 我相信这些这么大的动员 就有些人好几年前 已经说 其实中共是有个大的组织 就是坐在深圳 是的 在深圳就看着你了 全部地毯式 已经看着了 所以我们不是和钟亭耀 港大的民意调查过不去 但是我们就叫别人回答 因为那些人 配票了 因为他在票站门口等 你投谁 不是说你这样告诉他 他有个机器 一按就回到深圳了 你总之是很恐怖 所以今次这么多人出来投票 其实我们是开心的 但是你说我们有没有分析到那些选民 就是我们有些个别的都听过 有些选民都跟我说 他是不开心 是 他不开心 他就说总之你 有些分得出我们是几堆人 有些分不了 有些分不了 分得到那些他都不重要 他知道不是你的那堆 是 他就说托你告诉他 或者托你告诉他 你不要做这样 你不要扔东西 我知道他不是我们 扔东西都是其中一个 对 很重要 你不港居港权也好 扔东西也好 他不喜欢 有些分不出那些 就不要说 分得出的都不理你 因为你们是在一起的 你告诉他不要做这些 他说我火遮眼了 我一进去就扔票 给他对面 但是这些就是零声落索的 我相信应该要 希望有些比较有系统的研究 去看出来是多少人 是以前本来支持民主派的 那现在今次所谓叫做抗议票 是吧 或者抗议了是不是以后都失了 这个是 就是很多事情 我相信我们作为组织要研究 但是你们作为学者 我相信这些现象 你们都会有兴趣 因为觉得有些选民 他某些东西是触动到他的 他本来不投都出来投 或者是投给他倾向 但是你们我相信 现在跟你说 你都是言之上做 你们都未曾 要等多些数据出来才知道 我想比较害的 我看一般大众传媒大家都看到 比较害怕的是 还有没有六四呢 六四即是你解释了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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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六成泛民 四成建制呢 我想刚才阿卿姐提到的问题 就是说 多了那些选民是哪里来的 会不会其实有一批 我想登记到的 通常都是合法的 但是会不会有很大批 不是在香港居住的 但是可能本身是香港人的 或者新成为香港人的人士 其实进入了选民登记冊 使得其实比例多了些责任的时候 就已经振回不是一个六四 那里振多些的时候 就可能变成五五 这是一个困扰的地方 另一个困扰的地方 就是本身之前泛民那六成的人 会不会有转态呢 你知道你们被很多人追击 例如梁美芬 你有一个公民党也好 民主党也好 有一个专业的形象 他们在这个建制那边 又找一个类似的专业的形象 就令到和你们竞争 就是民建团不会直接和你们竞争 我想他们会找很多专业的人士 新闻党 例如新闻党 争取中产的票员 所以我想在各方面的追击底下 我认为现在坐下 就不会再想到区议会多多少议席 少多少议席 反而是如何部署明年的立法会选举 反而有什么议题是需要被重就轻 或者有什么议题是需要主打的 那是比较重要的 不过也不要说到明年九月 现在说说十二月十一日的行政长官 小圈子的选举委员会的选举 那里多数都是商界或者专业人士 多大部分 那你又觉得 你从你学者的角度 觉得今次的区议会的选举 各方面的搞作 对于这个小圈子选举 那里有没有影响 是哪一方面的影响呢 我反而觉得 其实小圈子选举 因为过分小圈子 跟区议会的选举 我觉得很大环境 就未必很大影响 但是因为区议会那里有百多人 是有份选特首 亦都是 那里我们是没有份的 是的 我们坐不到150票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说的150票就是提名 就是我们的泛民未必够票 但是我反而觉得 因为他是很小圈子 最终哪个究竟是唐英 还是梁振英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中央决定 就不是选民的决定 但是反而你会见到 现在很多控制了建制派的票 乡市的票 区议会的票 各样的东西 反而你会见到很多 现在特首的政綱 其实都是倾向 再进一步倾向一些 我们觉得是一些 小圈子的特权阶级的利益 例如唐英年我觉得 最可怕的是 这个丁拳可以起九层高 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你幻想一下 整个所有的 新加乡村有些九层高的丁屋 是会怎样 所以我反而觉得 这个次选举 如果反映回来 就不是会影响到特首的人选 我觉得这件事 不是由香港决定 但是最可怕的是 如果这些地区的利益 或者少数的利益 慢慢形成的时候 其实令到特首 新一届特首 无论是谁做的时候 政策会不会更加倾斜呢 有些人的说法就是 例如香港市势力 加上区议会 其中一个说法 可以控制三百多票 三百多票很重要 当然 所以我常常觉得 大家这么关心香港政治 都是怕整个公众利益 就向了某少数人倾斜 这个趋势会否更加加剧呢 不过你就算说回何俊仁 因为民主党主席 他又说想去参加这个选举 虽然他一定 他都说没有机会会赢 但现在能否进场 因为选举委员会是千二人 你要提名就是一百五十人 那些多数资源人士 我相信商界的提名 就比较少些 通常零的 梁家杰也是零的 去年商界没有的 那我看看吧 希望今年零的突破 但是今次区议会的选举的结果 对于那些可能是倾向民主派的 专业人士 又肯去参加这个选举的 你猜他会不会觉得 我都是积极点出来选 或者你们都选择区议会 都不是什么了 我都免得选 有没有那个影响呢 我自己的感觉就 感觉比较小 因为我其实都是选民 我是高等教育界的 高等教育界有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有机会 有机会去参加 希望你参加 希望你参加 我反而的感觉 就是我接触过 如果新奉下 我们有开个会 所谓人头的 如果高等教育界 高等教育界有多少位 即是未报名 因为你最后报名 又有些加减 但是三十只里面 都是出不完的 即是我们想找些人 去帮忙 三十只 就全票三十只 其实现在都是找不到的 为什么他们不肯去呢 你的同事 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 反而不是拘损的考虑 因为我始终觉得你是专业人士 专业界别 其实 因为我们觉得专业界别 自己不会出来要选 即他的考虑 我认为 纯粹是从他自己个人 或者整个界别的角度 或者他们整个界别 对香港整体的问题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 一直以来 我的感觉 为何找不到很多人 反而是强大的选举机器 即是强大的选举机器 正如你所说 可能深圳有个总部 指挥很多东西 即是我接触的人士 或高等教育界 即是他们都会担心 因为要出名的 即是你提名特首要说名 当然 你投票就按票 但你提名他 你有个名字出来 所以我想很多专业的人士 其实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就是他们很难避免 在工作上 其实会和中国有关 所以如果你出来 就当你选到了 做选委 你要提名何俊仁 那就死定了 何俊仁 二十年都不能回到大陆 那会不会有些影响 即是他就要不要搞 他又不想提名梁振英 或者陶英年 但我提你 我一分钟 即是逐天反无法吃 即是成为了一个很长期的记录 你知道选举机器 你提名的 可能十年前你做过一件事 十年之后 这个就是共产党就是坏 秋后算账 你们很多学者很害怕 我想就不是害怕 即是没有人会出来说害怕 即是免得做 我的感觉是 即是你就可以和别人接触 即是牵头那个不是我的 即是那二十年 即是我们有些人在背后牵头 但我的感觉就是说 不是太过踊跃 因为你知道高等教育界的时候 其实都是和一般的选举一样 都有个六四的比例 即是一般市民是六成是泛民 四成是建制的时候 应该高等教育界 因为你知道高等教育界 亦都是一些特别的选民 一定支持民主理念的人 一定会多六成 甚至我如果猜 我觉得有八成 即是你如果问我的话 所以我想为什么那些人 在一个整个界别的取向 都是较为清晰的情况下 不愿意出来选 其实要付出的资源很少 你知道其实没什么宣传 有时候也要花一万元 几千元传出的电邮给人 印单张 时间也很短 你知道特首选 有提名到选 他一个月而已 所以我的想法是有忧虑 即是他每天做了选委 死人想何罪人来 你可不可以提名我 你说大佬我不提得你 因为提名我回不了大陆 提名梁振英他未必想 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 甚至最尴尬的地方 有时候你想想尊业人士有忧虑 但最大的问题 那些高等教育的人 受过一些有智慧的人 你要问他的忧虑在哪里 他可能都回答不了 他不是回答不了 是不是有人问过你 他不是回答不了 他不是回答不了 他不想公开说 但我的感觉有点是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 有人问过你 是不是有人跟你说 你会选你会有什么 那确实是找你的 中联办真的找你的 所以我认为区选的影响比较少 因为区选的影响是一些大范围的一般香港市民 而专业人士 始终看回他们界别的利益 得罪了中央会不会整个界别的利益 有没有运行 自己的前途会不会阻折 所以我发觉那方面跟整个选举机器 是否很有系统地影响香港各方面的选举 还有他要叉猴算帐的 嚇死人的白色恐怖 不知道他是怎样的 其实上一届高等教育界 你说那时有二十只 有二十只 那你有没有选上一次 上一届没有选 但你其他朋友有选 有 关信基有选 他们得了多少 他们都不够二十人出来选 都不够 我的印象可能十四五个人 都拿了大部分 曾建民有选 大部分 曾建民有选 他们无论你最终有多少个选 怎样都好 如果有几个可能性 一就是很多选委都支持民主 他可能就会够胆 够胆提名何俊仁 昨年发生过 上一届 所以梁家杰 一百二十多个人 梁家杰提名了他 怎知道他今次说不选 他又说 做些没有结果的事 大哥 你07年那些有什么结果 但怎样都好 一个可能就是何德仁 提到明 我不知道你们那些选委 是会怎样投票 因为有些人说明 两边的博士 他说是假的 你有什么好投 有些人就说 我没理由突然投给你梁振英 我又免得投给你何俊仁 你又输了 我就投白票 白票就好像最近说的是抗议票 要不何俊仁选不了 没有了 即是没得入场了 只得双英 香港真的死得了 多得她两个不少 那又怎样投呢 所以我 我想现在整个形势的发展 都可能是分开不同的阶段 我都跟那些人讨论过 譬如如果万一 何俊仁不幸 那不是何俊仁的问题 可能我们不够150票 那都是何俊仁的不幸 有些人数过可能170 170 你真是摆明居马 可能170 你弄到200个 我想吓到深圳的总部 发疯都像 但他又发工 所以我比较尴尬的就是 就是说万一我们泛民 或者支持民主 我不要说用什么 支持一个更加开放 有竞争的选举的人士 是不够150票的时候 我都跟朋友讨论过 那究竟我的票应该是怎样用呢 你自己觉得应该是怎样用呢 我想 运用有几方面 我想其中一方面 可能是一个传统的白票 去做抗议票 但我觉得这件事 影响又未必那么大 所以我想整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如何施予一个压力 施予一个制造一个平台 使得那些候选人 必定要面对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任何现在一个选特首的人 其实都要 我想他都想连任 连任就是2017 根据人大的说法 就是2017可以普选 所以如何运用这些百多人票 去到威逼 不要说威逼 我给压力 他要去表态 例如特首的所谓普选是怎样 是否有个门纜 到时几百票也是相应 你整个选举依然不大 我想起码是逼使他去表态 逼使他去面对群众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些说不知拿来交换 就无需交换 交换就不是在当面 就是私底下 可能没出来选 那些就已经交换了 你永远不知道有 但如果他老实说 如果他两个的票比较接近 那你们那百多票就比较接近 所以又是整个可能 就是那个阶段的问题 是的 如果真是很不幸 最后人被淘汰了 他两个因为现在都说 他们要拿到一半票才行 他拿不到就大件事要 那如果两个咬住 一人五百多 那你们就很刺激 就是你们那百多个 是有个关键的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是不是临时立法会 还是什么 彭剑基店就进去了 所以跟着那件事 他四个文协很厉害 全部进去临时立法会 他就是关键那四个 是关键小小小 我问他 喂大哥 你几十人都没人看 很多时候就是看你的决定性 所谓英文就叫做 hold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即是你拼去哪一面 就哪一面赢 如果你来说是这样 哇 刺激到偶 我想现在整个做法很多 如果我们有150票的话 那我们送何俊仁入场 或是残民的初选 即未必一定是何俊仁 即有人出来初选 对 当是何俊仁先 那我们就把责任交给他 到时就把他交给何俊仁 但如果那两个不够50% 他都要淘汰我出来 对 对 对 那便刺激 所以我想整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看回 由连法区议会 整个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玩这个游戏 要大家很紧密协调 因为另一面是一个选举机器 即是他组织能力很强 一早有共识 即我们怎样可以团结到 泛民的力量 在不同的阶段 有效地组织上来 而不是好像票债票常 民建团B队 那些 所以我想始终泛民 可能自己对于 未来的特首选举 都要有一个 除了初选之外 有一个更加 紧密的协调机制 去到大家如何善用 即使没有150票 我的估计都应该有100票 一定有100票 即高等教育界 那二十多票应该都是稳定的 尤其是你如果对面 真的两个 咬得很紧的时候 你哪一边摔过去 可能就会影响 不过看看到时怎么发生 但是 我相信 很多 勇敢去参选 选委那些 他如果是支持民主派 最终他会肯 比何这样的 就不是好像 你刚才说到 有些高等教育界 有些那么担心 其他主要人士 都要靠内地做生意 我想出来选的 就没问题了 看回去年 梁家杰那些 选到进去的100多人 差不多每个都提名他 所以我想如果有忧虑 那些就不会出来 因为出来有个政纲 你会说 你究竟是倾向那边 还是这边 就是在选委里面 就是不同界别 就是我未看完所有界别 不同界别 譬如我们高等教育界 都多了 上一届选民有6800人 今年是多到成9000人 究竟又会不会有区议会的现象 你不知道他有些什么 他可能也透过某些途径 有些问题就是 可能9000多票里面 有些关键的票 可能他控制到1000票 那些影响人很大 但这件事一开票的时候 全都变成了 因为组织能力很强 很多是组织工作 内部的组织工作 他不是公开地做 很多人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透过选举结果 为何今年少了那么多票 所以我想这方面 可能各个界别 一样东西都要留意 另外讲远一点就是 立法会选举 与你有关 区议会选举这么激烈 我刚才说 有些人知不在此 当然有些选举当然不是很高兴 你走来我这选举 你都不是上 超级的议员问题 现在区议会选举定了 刚才你又说市民的投票 六四等 不知道是否 是的 但怎样都是呢 就是这个超级区议会 有五个议席 你觉得现在看是怎样 那边又出了些人 陈本团一定是 没有人觉得不是 你说我们这边又怎么办呢 因为有些议员又选不到 是的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区议员 但是是否只是区议员 就可以出来选 就是你们学者 你怎样看呢 我的想法 亦都是那样东西 我的感觉 都有些数据 就是说 始终个明星校园 不是那麽强烈 我会觉得 其实你当然有一个明星出来 即是你们会有几张名单 每张名单擠一些人 但是始终 我会觉得 譬如上一届立法会 有陈淑庄出来了 我始终觉得应该的做法 是有一些大的明星去牵头 即是有一些大家知道的人士牵头 譬如上何俊仁 可能在这 另一方面 我觉得亦都是时候 给一些年轻人去试一试 譬如你在这个区选里面 我们有个学生 亦都是贵党 欧乐軒 是否立刻要他去选立法会 当然未必是 但是我想整个问题 就是泛民自己本身 要想下一个缓介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多六四的票员 我想主要的想法都是支持一个 当然人有一个关系 但是我想理念那一件事都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叫我现在选择的时候 我想除了明星之外 亦都可能需要一些 有活力的新面孔 令到选民可以有一个更新的感觉 这个是 但是我们现在说五席而已 其实有两个说的 一个地区那里 明年有35席 是的 那有很多空间 给年多大也好 年多小也好去发挥 但是如果我们说五席 区议会功能组别 那五席 民主派可以拿到多少席呢 在过程有多少个组织 应该去参选呢 和保衡党 又是可以拿到多少席呢 他们有多少人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兴趣去 但是如果你的五席 你会出十多张名单 就一定输了 所以他们的深圳机制都会发工 但是现在这么早期来看 你觉得如果你说都认识民主派 那民主派出多少张名单呢 他们对面又怎样呢 你看看 你会不会 我们真的会不会拿到两席 或者三席 如果要拿一席 真的很大件事 即是交代不了 是不是 你觉得怎么看呢 你们自己都 提名大概是三席 即是三张名单 所以我想 如果你纯粹从数字去推断的时候 因为六四比例 比例代表制 即是你有三张名单的时候 有三席 即是有六成选票 那就变成三席 但我想慎防的一件事 一定会有很多人去追击你们 是 慎防的一件事 他建制派里面 一定会尝试 立了四成选票 至少两席 即是可能民建联 各样的事情 至少有两张名单 希望得到两席 但如果你要我预计的话 从一个学术或分析的角度 那是新民党 他们一定会帮忙 提名一张名单 就是绝对是 我们从表面上的理念 和你们相似 争取中产的票员 争取受国教育的人士的票员 私楼的票员 甚至是年轻人的票员 可能都找到一些人 专业的票员 所以我想你们最大面对的问题 或者泛民面对的问题 就绝对不是建制派 而是类似和你们 争取同一个票员的人士的追击 譬如是叶刘淑仪的新民党 例如田北辰 他又选到了 一定要是区议员 才可以做超级区议员的议席 所以我想如果最乐观看 你们会有三席 但我想最悲观看 就是守住两席 我们是否需要一定要有个立法会议员去选 你觉得 或是你选择区议员去选 超级区议员 我想媒体的东西比较有趣 如果你太过没有人理 又不骚你 你没有明星的时候 他又觉得 不如去访问陈婉璇 所以我想始终可能有一些有实力的人 但始终要轮替 而且始终要被人觉得 因为你知道为何争取 被人骂得很厉害 就是说突然间好像令到功能组变 又多了一个 多了乙籍 其中一个说法就是 多了乙籍 虽然有些都是变相的功能组变 好处就是给新人发展 当初说 我们没有出卖民主的 多了乙籍 多了乙籍培养人才 使得香港的民主人才 遍地开花 所以我想为了令人觉得 其实民主派争取的十席 其实不是出卖民主的 真的多了乙籍培养人才 始终除了政治明星之外 都应该是有一些有潜质的 即是新人 或者是以往没有机会选立法会 现在是有机会的 我都说有35席在地区 就一定有很多机会 但这是全港的 如果你找一个新人去选 就像你所说 没用的 没有人去报你 你分分钟三百多万票 你不知得到两千票 你不就是大家 这些亦都要很实际 你不可以说 因为我们是多了位 这个我完全是 觉得是对的 我到今天 你就算将个时钟 教回去一年前 我同样会支持 但是你新人 新人当然是可以去 但你要赢的 选举 我不是说 我找个新人出来 多谢你 所以你明不明白我意思 我明白我明白 你现在党内有没有讨论 没有 我们从来都说没有 所以我就问问你学者 你会觉得 怎样选 因为现在你放在桌上 哪些是 可以去参选的 立法会议员 都在那里 那你可以说 退一步 区议员就可以了 用什么要立法会议员 你一个区议员去参选 15个提名就完成了 是 是不是这样 有些人就说 不是 你要很出名的区议员 甚至要是立法会议员的区议员 那实在是否这些关卡要想呢 你说不要紧 你找一个很年轻的 很醒目的区议员就可以了 我反而想的整个模式就是 譬如 如果你是全港争取票员的时候 譬如当年陈淑庄 即是公民党的陈淑庄 那个在年轻人 或者因为我在大学教书 最接近年轻人 很受欢迎的 当然另一个不是很受欢迎的 亦都是年轻人的 就是陈克勤 两个对比很大 所以我想 他们两个都不是区议员 他们两个都不是区议员 所以我想 找政治明星是重要的 但是 是否全部用完立法会议员 我就觉得可以有个讨论 是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 因为现在都去到明年9月 亦都要酝酿出来 无论是哪个组织的名单 你出来都是想赢的 你当然是找一对 而且老实说 多数就是第一个人赢的 你点开一个名单 两个位 你们会不会和其他民主党卖协调 或者反过去 例如公民党 他不够提名一张 他谁出的就是 都要看 所以就是 业朝一定会谈 你没理由民主党 因为他们不够十五席 想想一下 我们出三张 我们也不会出三张名单 但是你谁出呢 哪些人是应该去出是有胜算的呢 因为他有一个规限 他不像立法会议员 你去区区找一百个人提名 你便可以去选 不是的 你要是区议员 你才可以去的 问题就是变了有些规限 所以为什么叫功能组别 所以就是这件事 我觉得社会是要去讨论 就是民主党 我相信自己都没谈 每一次以前想谈 我说不要谈字 为什么 我过了11月6日才谈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自己 因为不知道谁是区议员 是的 你见过很多人落了 你谈来干什么 你自己都没谈 自己就怎么会谈别人呢 而且别人也不知道 别人有什么盘算 但是我相信合作的 大家是会认同是可以去合作 但是我们自己先搞定了自己 别人合作 别人来 别人当然有些建议给我们 那我们是否同意呢 所以就是 但是问题就是 你都要说了 你说你不是立法会议员 也没关系 不过你一定要是区议员 你一定要是区议员 一定要有区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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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未必需要是立法会议员 是 但是你去找 真的要做个数 有哪些人 是符合你刚才这个标准 是的 现在是数得出的 的区议员 不需要是立法会议员 但是可以这么有全港的知名度 因为如果不是呢 你走去选就浪费了 而且我相信到时一定会有几个名单 是这样的 没什么人认识的 他又走来整 他又拿这里拿你四千票 那里拿你两千票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实力 你要去尤其是 如果你说想拿三政 你就应该出三个强而有力的力弹 问题就是 现在大家要想一下这些 虽然就是明年九月选 很快的 但是现在会开始问你的 你任何一个党 你有区议员也好 除非你一个也没有 你当然不会问你 如果你有 或者你会找别人帮你 你想出谁 你已经数到 因为民主派 泛民拥有的区议员 其实人数不太多 你现在可以数到哪几个 是 那你怎么办 就是 这些问题 就一直接种而来 最后想跟你谈谈 就是捐款 我和你一起去城市训谈 那我们就说我们不披露 哪个捐款给我们 但是看到我们和民建团的捐款 真的差很远 六千多万桶 不够一千万 去年多少 八百万 但是又六四的票 你说怪不怪 如果你拿这么多千万 其实你应该拿八成的票 是的 是的 我想有研究香港政治 所有的学者都知道 整个做法都是尽量将 泛民的资源去压缩 为什么没有政党法 也是很简单的原因 就是说 其中一个经常讨论的原因 就是说 因为建制派的政党 就不想暴露它的资源的票源 就是资源的来源 所以我想长远来说 应该是迫使政府 怎样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说 可以使得更加多资源 去到流入一些 根据选民的数字 或者投票的数字 去到分配到的资源 就是如果你在外国 譬如美国的做法 各样的事情 就是比较好些 就是我们不想政党 用完政府资源 因为这样被政府控制 就是等堂 其实你就变成政府党了 比较好些的做法 就是说 有一个配套的基金 就是如果你们本身 是筹到一千元 政府又给回一千元 跟着根据你们的上一届 选举的投票数字 定立一个上限 这样是使得你们 就是我认为两个问题 使得得到很多选票的政党 真的有资源去发展它的服务 而另一方面的事情 就是使得你们在资源上 真的和一些其他政党 可以平衡一些 而不是根本整个选举 都是打资源的 你先天不足 就已经是没得玩的了 我不太明白 你的配套基金 你说在大选中 拿了百分之多少的票 可以拿了百分之多少的资助 是的 这个我明白 但是怎样有整个配套基金 因为有些人的说法 就是如果政党 是过分依赖政府的资源的时候 使得他们会少动机 去到争取市民的支持 譬如大学也是这样筹款的 就是大学就说 政府跟他们说 我现在给你十亿 如果你存一元 即上限是十亿 你去私人公司 或者向社会 筹到一万元 我给回一万元 你上限是十亿 所以我想 除了政府是根据社会上面 或者是选举的结果 是给资源政党之外 更加好的就是说 有个动机使政党去到冒捐 而市民冒捐给你的原因 亦都是因为政府 会一对一地去補贴 但是有些这样的配套基金的时候 那些政党 需要披露 它自己籌回来那些款项的来源呢 是 我想 其实如果 如果说 一个很正常的民主环境 披露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也知道 很多民主派的人士就说 披露了 和现在在捐的那些更加没有 所以我想 这个不只是民主派 对 我相信保安党都不肯披露 所以我想整个问题就是 我想因为我们整个问题就是 最好 因为现在其实最好就是 迫使我们真的 一选完立法会 就有一个行政长官普选的说法 最好就是说 我们定到普选是什么 然后普选的配套措施 就在那里去做 因为我想很多的忧虑就是说 现在不是完全民主 这样会不会对我不公平 对大家不公平 所以我想政党法始终要披露 这个捐款数字始终要披露 但就不要说很单独 我就不跟你谈谈普选的 又谈谈政党法 两年后政党法 但普选又不知有什么时候 所以我想其实香港最需要 如果大家相信2017有普选 只剩多少年了 五年而已 但你说披露 刚才我们说到叫学者去参加这个选委 都不敢参加 就因为他不敢披露 他支持谁 他免得被逼 要公开披露支持民主派的候选人 你现在又说叫市民披露 捐钱给民主派或者捐给保安党 保安党都第一个出来反对 我都不知他拿多少北京的钱也好 拿多少中银 华润那些 他都不想披露 这个问题 有普选行政长官 普选立法会 全部披露 你觉得是否这么简单 我想两样东西 始终要找一个平衡 其中一样东西 如果你看到外国的做法 我们可以太大眼的基金才披露 小的不披露 其实这个也是说整个制度 我们在鼓励什么 我们是否在鼓励一些 为何大家要披露 反而是不鼓励一些超级的富豪 一百几千万捐过来 反而是小的不用披露的原因 就是鼓励政党向多些人去争取支持 事实上这些支持就是票 反而他给你票 反而不用付钱 所以我想整个制度的设计可以谈 所以整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希望 我想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希望有个透明度 第二样东西就是不希望有一个制度 就是突显了某个政党的优势 而令到某个政党觉得很不公平 所以我想这一样东西大家可以谈 但我想整个选举经费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最害怕的不是说人们捐钱给政党 最害怕的是政党一两个有钱就控制了 所以如果不是绝对披露 就是说太大额捐款 我们是否应该长远来说 对政党发展应该多些人捐 就比一个人捐好 这个我想要慢慢逐步逐步去思考一下 即是你看我们民主党 因为我们是公司法那里 因为香港没有政党法 所以我们每年都要有个财政的纪录 那里就没有披露哪个人捐多少钱 但是收入就有披露到 那些收入尤其是我们很多 你会看到就是街头筹款 买奖券那里很大笔 那变了就是很多市民 都帮衬你买二十元一张 四十元买两张 或者来扔十元 扔一百元内你的箱 都很多这些 不过就是作为政党 我们都会很欢迎有些比较有秩序 而且我觉得政府应该要落水 当然不是说我们的钱 都靠政府那里来 而且不是说他喜欢你他给你 是你在选举表现 不是说我今天跟你好些 我在立法会骂你少些 你就给多些钱 我不是 是我的党在大选拿到多少票 如果到时很差 那你拿到的支持就很少了 那我都觉得应该要谈 但是如果你说配对基金那些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不过就是你要搞定市民的心魔 他给了钱你 他还要自己被人抄后算账 我想很小的数字就是 西方国家都不会披露的 就是几百元就几千元 几百几千元就不需要 就是过万就要披露 整个想法就是控制竞选基金 整个想法就是怕 原来不非特控制了民主党 就是超级富豪控制了所有东西 所以我想即使说披露的时候 都是针对一些很大不一两个人的来源 当然这个在某个特定空间下 可能对民主党不利 就是只有两个人捐 那我又可以告诉你 你一定错 但是你说有哪些人 是捐好大不比某一个组织 而会影响他 这个市民有这个忧心 我是绝对明白 我也觉得不应该有一个组织 但是就算现在 在没有披露的情况之下 你看回政党的言行 他说什么做什么 如果你觉得有偏袒某间公司 或者某一个有钱人 你会看得到的 他那个人的利益就是这些 你涉及他 你是敢投的 都会有积可寻的 就不是说你不知道 原来他偏袒哪个 你不知道 这些都会突然出来的 好像我们立法会里面 有些政党 他跟有些地产商走得好 所以有亲地产商 他不出声 有些都坐在他的委员会 你说他中委也好 有些他都不想遮掩 但是我也很希望 你们学界 就帮忙在这方面 大家研究一下 你说得很对 如果中央真的说2017有 一人一票选行政长官 虽然我们担心是假的不选 大家都有这样的忧虑 最近我昨晚在电视看他们 在广州 不定是北京选人大 那些人暗门选不了 不批准他们选 在门头选人选 下不了名单 还有不给他们下名 第二来香港就是出现这些坏东西 但是整个配套我都同意 不是只说如何投票 所以应该整套谈 我觉得你无端有谈过政党法 整个香港的民主发展是怎样 整个政制是怎样 即不可以抽空 对 那你们大学有没有研究一下 有想着 我想大家 很多研究香港政治的学者 有时会聚会 讲回整个制度的设计 应该是怎样的 因为你们都可能 都是比较深淡 你认为2017也不是真的 不过你们要把手推动一下 我想整个想法 也是整个制度如何配合 因为香港出现了这麽多问题 大家都知道 不是谁做行政长官的问题 很明显是整个制度的缺陷 即是不协调的问题 我想这是很清晰的 整个学术界的 对香港政治问题的结论 都不是换一两个特首 是可以解决到的 所以你说这个双英 现在斗下 其实他谁做都是 谁做都是继续坏的 有些这样的问题 是 那个曾玉成无端端出来说 我们不可以有联合政府 不可以有什麽 连执政党都没有 说什麽联合政府 只有一两个人都决定了 其实他可以和民建联 和保皇党一起联合做事 就算你现在没有普选 你民建联那麽多人 你其他稳点进去做部长 稳点做议员 那就一起去执政 但曾经出来说 现在不可以 我说你是好事 如果不可以 因为你没有联合政府 没有大家一起去执政 行政立法关系 其实回归十四年 已经看得很清楚 你都不表达立法会 他真的不表达 我先找谁上来 陈茂波 陈茂波 很多专业界别人都是一套 他说很多东西 你出了街我才知道 然后你要支持 为什么这麽容易 你事先问过我 我给你意见 你接纳了 我支持你天经地义 但你什麽都不问 突然扔出来 你吃了去吧 你不吃 我叫西環咬住你的手 这样做事都有 所以你说你个商英 事但一个做 我相信都很不得点 所以我想香港整个政治制度的问题 任何一个做都会有很大问题 甚至我和一些人讨论 可能唐丁年做更加好的 因为大家觉得他的能力 是比良称英低 所以令到这个制度所产生的问题 更加严重 更加明显 这个就变成了董事马 当年曲线民主的问题 当你一个不是那么有才能的人 做了特首的时候 使到这个制度的缺陷 更加突显 更加完美无瑕地表露 在选民身上 使到香港人更加知道 我们不能再找一个聪明的特首 想着解决问题 一定要彻底的制度去改变 其实你说如果叫唐英年做了一阵 又肩痛 有这样的可能性 有这样的可能性 唐英年可能一届 那有什么益 对香港 所以我想这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要透过选举 或者透过各方面 使得更加多的市民 去到清楚这个制度的问题 使得上届梁家杰选特首 最滑溪的一样东西 是梁家杰的民望是低过曾蔭权的 令到中平安觉得 其实需要什么选举 我们找到选举都是曾蔭权赢的 那如果现在韩国人都比较低 那其实是否值得出来呢 如果你说出来都这么低 那又是被人说要什么选 对对对对 这个有一个很传统的讨论 就是说民主派应不应该 参与小圈子的选举 我自己就反对的 要辛苦 很多人都反对的 是吧 因为如果你低过他 那你更加被市民说 嘯 选什么 民主派不会出来选 不要搞那么多民主 所以我经常都说 应该选不选呢 我说谁来选呢 这一样东西在一个 有缺陷的制度里面 是次要过 怎样使得市民知道 现在的制度是不可接受 那他们以为出来选就可以暴露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前提是使得市民 是拒绝去接受 就是向当权者说不拒绝去接受 这麽荒谬 这麽小圈子的现有制度 至于参选是否一个最佳方法 就可以再讨论一下 即是你们这班选委 如果你们做到 你们进去就用方法去暴露一下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多谢王博士 多谢你 多谢你 下次再见 拜拜